成佛的是孙悟空还是六尔 注意孙悟空说的三句话 真相一览无遗 孙悟空大闹天宫被如来压在了五行山 五百年后 孙悟空在观音的招安之下 加入了取经队伍 成了唐僧的大徒弟 不过唐僧没有半点法术 还有些木讷古板 孙悟空则是神通广大 机灵多变 因此孙悟空加入取经队伍没多久 就和唐僧爆发了冲突 三大白骨经之后 孙悟空终于被唐僧赶出了取经队伍 然而没了孙悟空的取经队伍寸步难行 猪八戒 沙僧 白鲁马先后被黄袍怪击败 唐僧也被黄袍怪变成了猛虎 关在了铁龙之中 尽管孙悟空后来重归取经队伍 但孙悟空和唐僧的矛盾依旧存在 那时取经之路走了一半 孙悟空再次和唐僧吵得不可开交 孙悟空一怒之下再次离队 而唐僧带着八戒 沙僧继续一路西去 没过多久 孙悟空又返回来和唐僧理论 一番争吵之下 孙悟空操起金箍棒 对着唐僧就是一下 孙悟空打晕了唐僧 又抢走了通关闻蝶 惹得沙僧八戒飞到南海 找到观音告状 这时众人才发现 居然有两个孙悟空 为了揪出谁是棒打唐僧的真凶 一行人拉拉扯扯上了天庭 又去了地府 最终在如来佛祖的协助下 发现了六尔弥猴的踪迹 只见如来抛出波鱼 押住了其中一个孙悟空 另一个孙悟空则扬起金箍棒 将波鱼下的另一只猴子打死 数年之后 孙悟空在灵山的雷音寺里 接受了如来的封赏 他成功地跻身灵山诸佛之一 可谓是功德圆满 然而 成佛的猴子到底是谁 他是花果山土生土长的灵明石猴 还是那一只擅长模仿的六尔弥猴 为何有人认为被打死的是孙悟空 而在灵山成佛的是六尔弥猴呢 首先 六尔弥猴既然是善灵厅万物皆明 为何还会跟着孙悟空等人 到雷音寺找如来理论 继而被打死在波鱼之下 其次 波鱼之下的猴子死后 素来喜欢牢牢叨叨的唐僧 为何再也不念紧箍咒了 第三 毕经真假孙悟空之后 孙悟空的性格脾气也变了许多 他再也不顶撞唐僧 还和猪八戒杀僧相处融洽 其实 想要知道 成佛的猴子是谁很简单 我们看一看 历经这一难之后 孙悟空说了哪三句话 就知道答案了 第一句话 这时孙悟空刚刚打死波鱼下的六尔弥猴 但孙悟空仍是愤愤不平 只听他对如来说道 望如来行个方便 把松姑儿咒念一念 退下这个紧箍 放我还俗去吧 你想 如果这是六尔弥猴的话 他何必要多此一言 说出放我还俗去吧 这样的话来 也只有是身为灵明师侯的孙悟空 方能说出退下紧箍圈 重归花果山的言辞 第二句话 打死六尔弥猴之后 取经众人继续吸取 来到了一片诡异的黑森林里 这个时候孙悟空说道 俺老孙五百年前大闹天宫之时 云游海角放荡天涯 手下有四万七千群怪 都称我做大圣爷爷 如今脱却天灾 做小福弟 与你做了徒弟 注意看 如果这只猴子是六尔弥猴 他又怎么会说 自己大闹天宫的往事 还对花果山总共有几只猴子猴孙 了如指掌 第三句话 这个时候的孙悟空 已被如来封为了斗战圣佛 但孙悟空 依旧无法拿掉脑门上的紧箍圈 只见孙悟空 转过头来对唐僧说道 师父 我既已成佛 还带什么紧箍圈 趁早念个松箍咒 让我脱下来打个粉碎 莫让菩萨再拿去害人 如果成佛的是六尔弥猴 那他脑门上的紧箍圈 必定是一个赝品 既然是赝品 必能被六尔弥猴轻松拿下 六尔弥猴 为何又要央求一旁的唐僧 念一念松箍咒 好让脑门上的紧箍圈脱落呢 总上来看 成佛的是六尔弥猴的言论 无疑是过度解读了 这也和吴承恩的原意相去甚远 毕竟吴承恩塑造的孙悟空 有情有义 极恶如仇 又是一个勇往直前 永不言败的角色 如果真这样死在了取经路上 还被六尔弥猴替代 这样的著作 未免太过于黑暗了